各位AMS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8月4日2020年星期二 那今天的图表当中我们看到了因绝命的出现 那很多人看到这个因绝命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就代表破财啊纠纷 所以可能就代表说今天我们不去花钱 我们不要去见任何的人 不要去做任何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纠纷 但这个传统思维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局限性的 我们如果真的要突破自己的话 我们其实要以一个更加正面的心态去看待这个留任 那今天这个因绝命我们又能够怎么去发挥呢 其实破财本身它只是真正代表的 只是一个外出钱财外流的这个现象 而这个现象其实是不是正面也不是负面 它只是个非常中立的现象 如果大家了解钱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市场 它是一个会流动的一个能量市场 打个比方说今天钱进来 我们赚到了钱是不是需要用钱 如果我们不用到钱 我们自己怎么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准呢 对不对 说大家知道破财只是代表金钱外流的现象 那既然金钱今天会外流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运用它呢 我们就去看今天流日当中 其实我们也走入了七号流日 那七号流日在这里代表的就是吸引贵人 认识新的朋友也有接受到新的资源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两个combine就代表了 就显现了一句话 那就是什么 我们要更多的付出 更多的舍得 去投资在我们身边的人脉资源 去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圈做出一些贡献 那在今天我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 我们能不能够在今天做出一些善举就是舍出去我们现在有的一些资源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今天怎么发挥阴绝命的动中取材的能量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问自己三个做三个东西好不好 第一个东西先列出我们身边有哪三个人是我们能够帮到的 我们能够帮到的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可以做的 当我们列出这三个人之后 我们可以问自己说 我们可以怎么帮到这三个不同的人 可能这三个人是你近期想要去创造一个更深的关系的这三个 可能说朋友啊或者是商业资源 那你要问自己说他们最近有跟我们在谈话当中提到 他们有需要哪方面的资源或者是需要哪方面的帮助 是你们能够提供给他的吗 如果能有的话那你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有了特别高的价值 所以这个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当你们去做出这样的善举 你们舍出去你们有的帮到他们了之后 你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呢坐下来做射箭冥想或者是有些人讲的咖啡冥想 就是今天打对方我帮到的这个A朋友 连接到了一个新的顾客 那这个我们做出了这个善举之后 我们就坐下来回想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举动 我一想你做了这个善举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你感觉这个兴奋度 你的这个感恩你能够帮到这个人 那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善举所种下的种子或者是的能量将会更加的强大 那你在为你自己种下之后的一个财富的种子 那包括现在我们整个群体当中在做的368计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OK我们就在每天做出的这个行动 每天捐的这个一块半 我们在咖啡冥想的时候会让这个财富的种子更加的强大 OK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个message能够帮到我们所有的AMS家人 喜欢的话在下面点赞 然后分享你们今天最大的收获 也记得转发给你们身边关心的家人或朋友 在这里祝我们所有的AMS家人一个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Adams